有些这个病毒呢 它插入工具 它检测不出来 它是怎么检测呢 比如说你这个软件 用到了什么权限 然后呢 权限肯定知道 因为什么呢 因为权限列表 是在清单文件列出来了 它可以读取你的清单文件 然后呢 杀出软件说 这个软件呢 要干什么活 比如我打电话呢 写短信呢 可能对你的造成伤害 所以它只来个提醒 至于真正的有没有伤害 它并不知道 它只是看清单文件 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提醒 所以说我代码 我写什么活呢 它其实没办法知道 没办法知道 所以说大家用第三方软件呢 一定要小心 要经过测试 一般选用正规的第三方 尤其是支付宝 支付宝加密 或者支付宝支付 都是选用第三方的 就是比较认证的 比如说官方认证的 没有无读的 这种第三方软件 没有什么 没有毒毒的 这个软件呢 bug是肯定有 bug肯定有 但是病毒呢 是想有就有 想没有是绝对没有的 但是bug是绝对有的 你不管是什么软件 它都有bug 你用微信 有没有发现bug 肯定有bug 我都发现很多bug 这是这个 只要是软件 应该操作系统上 牛不牛 是不是也有bug 是不是 太短 它一六十 也有很多bug 只要是软件 它都有bug 除非是很简单的软件 你完成一加一 等一二 它肯定没有bug 只要是稍微 不能复杂的 都有bug 把下面有的带时间 下一个功能 就是软件管家 软件管家的 后面的功能呢 都非常类似的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老位置的 好 你比如说 软件管家 软件管家 好 大家看 这是用户软件 这是细控软件 这是 然后呢 这是上面显示的内存信息 一点点呢 可以做一些操作 可以做一些操作 那现在我推出来 大家看 精神管理 现在我设置一下 显示系统进程 显示系统进程 好 大家看一下 好的 就下来了 大家看 有系统软件 也有用户软件 大家看 这两个界面 长得非常类似 所以咱只要做好一个 另外一个是一改就行了 所以说 拱多量就很小了 那现在看看 机灵管家 还有什么呢 病毒查查 病毒查查 和防御件 它也长得又很像 好 大家看 这是病毒咱们 做了个联网查查的 没联网的话 是自动扫描 什么情况 弄出来 查查 看我有没有改东西了 好 好 封印试系统打开 进程关系 没有问题 这个是病毒的查查 好 取消 取消的话 直接扫描 是不是这个 当然 看这个进度条 算不算 算 这个也是第三方 昨天他找的那个 不算 是吧 后面再找一个 是不是还有动画的效果 是吧 好 上面是一个进度条 下面是扫描结果 是不是 把现在推出来 但是让它看 这个仿虫清理的 是不是这个进度下 是不是 然后呢 就不如刚才的帅 是不是 就不如刚才的 他扫描完之后 是不是这里显示结果 所以他俩是一类的 到时候 我把这个给你改造一下 这个比较 长得已经比较帅了 就不动了 然后到时候 给这个门美龙就行了 他俩是属于一类功能 你看他们剩余的功能里面 其实就是 他俩是一类的 他俩是 流淌总局 就真一来演示一下 一节课搞定 好 高级工具里面 还有一个成绩者 你看成绩所的界面 居然也是一样的 大家看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后面 没什么难点了 大家马上都见到鼠光了 就是这样 等他跟我讲完之后 大家机场的问题 都可以统一发给我了 想讲什么 直接告诉我 咱们就统一讲 什么 看门狗 它属于服务了 那个就属于功能了 咱说是界面 咱现在说的都是界面 功能比界面 其实 从我的角度 功能比界面容易 因为我在开发的时候 我一般不做界面 因为界面都交给其他人去做了 做一下功能 因为功能 容易产生bug 界面bug比较少 界面bug 一般没有 一般没有 好 现在咱们先实现软件管家 软件管家 那咱们实现软件管家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需求 软件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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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经讲 每个细节都讲 然后呢 到时候 别的都是类似的 别的都是类似的 大家只要搞通一个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那软件管家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什么需求 首先 如果你的手机装软件多的话 是不是也有个 禁锁条提醒 是不是 那咱们 其实呢 这个功能呢 其实说白了 咱们在做一个功能的时候 无非就是什么的 无非就是 第一个就是数据 第二个就是界面 界面 第三个是不是就是功能 对不对 无法不就是这三件事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程序所的 像刚才眼的 程序所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 首先程序所数据吧 第二个程序所的界面 是不是加索和接索 第三个是不是就 开门口来运行 对不对 无法不就是干三件事 干三件事 这三件事呢 这个功能呢 肯定是最后的 界面和数据呢 你想先从哪个写 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那就咱就先从数据写吧 咱们先从数据写 等一下再来写界面 首先 从数据开始写 那又来写数据 咱就先不分一界面 这个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过去的数据信息有哪些 首先是什么呢 是手机可用内存 然后再来是SD卡可用内存 把他们列表 就是手机 手机可用内存 手机可用内存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SD卡可用内存 可用内存 然后呢 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是这两个信息 第三个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所有安装的APP信息啊 所有安装的APP信息里面 是不是咱又做了分裂 什么用户软件和系统软件 那就是所有 所有安装的APP信息 所有安装的APP信息 无外国就是三个数据 咱们要想做出这个功能出来 肯定管达出来 首先数据部分呢 就这三种 就这三种 那第一步呢 咱们先把数据给大家做一下 最后咱们写介密 然后写功能 好打开 现在我先做数据 这个数据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数据呢 应该是独立的功能 跟你手机卫视 手机卫视里面可以用 其他软件里面都可以去用 它是独立的 因为这个功能 大家看这个数据 每个手机里面 是不是都可以去干这些件事 对不对 所以它是独立与运用存在的 它跟运用没有关系的 只要跟运用没有关系的东西呢 咱们就统一放到什么呢 YouTube的工具类里面 是不是以后都可以穷了 你看咱们YouTube里面写的类 你都可以直接拷贝过去 直接拿来用 因为它都是独立的工具类 独立的工具类 好现在我再写一个工具类 叫做什么呢 叫做APP APP Info的 APPInfo的YouTube APPInfo的就是 软件的信息的工具类 软件信息的工具类 好 分解一下 好 软件信息的工具类 然后给它写上一个注射 好 软件 软件管家的工具类 好 工具类 然后时间哪些功能呢 过去 所有 EGP信息 所有 EGP信息 然后呢 SD 可用内存 可用内存 然后呢 是手机 可用内存 可用内存 好 这是三个信息 然后呢 咱们一个个写掉 首先第一个 写个工具的方法 来扶摸一下 使得起 它没有成员变量 这边来个经常方法 就可以了 然后呢 首先是 可用SD卡的信息 来个什么 Long内型 然后呢 等下 我再做格式转换 格式转换 然后呢 GAT是什么呢 GAT 手机里的 GAT Fone Available Available Memory 是吧 GAT Fone Available Memory 好 其他一个注射 其他加载 法国的是什么呢 法国的是 手机可用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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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手机可用内存 应该用什么 这个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点 GAT 什么呢 什么GAT Date Direct 是不是 这个就是手机的目录 手机的目录 好 可能 做一个成员变量 好 就是手机的目录 一个是SD卡的目录 一个是Date Date目录 就在那什么呢 手机里的内存 那现在我想知道 它可用空间的话 大家看 这是一个目录 那你们说过了 目录里面有个什么方法 点 GAT Free Space 是不是 所以说很简单 直接返回 什么就行了 好 这个方法 很简单 直接就这样 就搞定了 好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是SD卡的 可用空间 SD卡的 可用空间 那就是这里面 换一个 API就行了 干个 扩展的 存存过路 是吧 扩展的存存过路 好 我的名字就不改了 好 直接反问了什么呢 这个是SD卡的 可用的团 SD卡的 等等 好 这两个方法 比较简单 好 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所有安装的APP 运气 所有安装的APP 那现在你们分析 要要取出 所有安装的APP 运气 咱们该 从哪里去的 当时给大家说过 你要想获取一个东西呢 首先分析 它的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 如果是静态信息 就从什么呢 从package manager里面去找 如果是动态信息 是从activity manager里面去找 做手机 中端开发 这两个工具类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你想获取到手机那些信息 主要是靠两个工具类 一个是activity manager 一个是package manager 那现在你们所有安装的APP运气 它属于动态 还是属于静态的 应该是静态的吧 你只要安装完之后 是不是都是不变的 是的 所以说应该从哪里去说 从package manager里面去 入手 package manager里面去 是不是给大家 获取安装的APP运气 对不对 你们一分析出来 package manager里面去 就写个方法 那现在所有的信息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总体 是一个总体 那这个信息都包含哪些类型呢 我先不写 等下来再来做啊 就是get all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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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input 好 这里用这个方法 反过来是什么呢 获取所有安装的APP信息 好 写个注释 好 获取所有安装的APP信息 包括用户的 包括系统的 那后期所有安装的运气 你们要获取到package manager package manager 通过什么来获取啊 是不是上下完啊 对不对 你想获取package manager 类型的对象 是不是要靠上下完 把这些常用的运气 大家要记住啊 虽然不要记太多东西 但是基本的要记住啊 基本的要记住 不要想漫天耽误事 好 从txt的点 干个package manager 是不是啊 那现在我获取到package manager 先让它保障编译通过 看着红点有点反装 先给它来个嘴 很大致啊 然后呢 我这个package manager 大家看一下 第一点 看有没有方法来获取所有安装的APP信息 大家看一下 首先你 你可以看它的反位值 反位值是一个容器 是不是都有可能 反位值是一个容器类型的 那都靠谱是吧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哪个 是不是干涉 installed 安装的运气 你知道 大家看一下 有两个EP啊 这两个是不是有点像 package manager 是包的信息 安装包的信息 这个什么 是不是运用程序的信息 对不对 他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又是谁的区别 是不是 Ivory推行info的区别 和packageinfo的区别 对不对 就是他俩类型的区别 是不是 那Ivory推行info呢 就是应用程序的信息 这个是不是安装包的信息 对不对 安装包的 他俩其实是有关联的 他俩其实有关联的 那就现在 假如你第一次讨论 你现在啥也不知道 你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第一个 咱就用下第一个 你们选择第一个 现在能用第一个 是吧 那能用第一个 那能用第一个 第一次讨论的application 是不是 因为他比较像嘛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参数 参数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edition的option 是吧 既然edition的option 我就不用再看了 零是不是就搞定了 现在我先来个什么了 先来个成员变量 是不是application info 就是应用程序的一些信息 那应用程序 都有哪些信息了 我那个 4H循环 给大家做一个反应 看能否获取了 咱想的信息啊 那咱想的信息 都有哪些呢 是不是看功能的需求啊 你比如说 我需要的 这个图标 是不是一个 用程序的名字啊 是不是 它安装位置啊 是不是啊 还有什么呢 是不是它 在用的大小 这个application 在用的大小 是不是啊 那我首先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 我想用的一些信息 是不是啊 application 另一份点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我喜欢的信息呢 好 大家看一下 loco application 是不是它的图标 是啊 整个的也是 叫它图标 loco 是不是 它的 也是它的图标 是啊 这两个 稍微有点细练 等一下 大家看一下 啊 也就是说 这里面有什么呢 快一点 是不是 它包明啊 因为你想对 一个程序操作 肯定要有包门 是它唯一区分 你比如咱们 还问还有全功能 什么功能呢 什么这些四大功能 这四个功能 是不是都要有包的信息啊 你知道包门以后 是不是才可以写的 是不是啊 你不知道包门 就没办 因为咱们 手机里面 是包门唯一区分的 首先我通过它 可以获得到很多信息 包门是不是就有了 还有什么呢 这是paclication 这是进程的名字 那还有什么呢 大家再来看一下 它其实还有一些方法 大家看一下 如果想获取到 招博类型的话 是不是就是把包门 传递 paclication manage传递过来 是不是获取到它的图标 是不是获取到 应用程序的名字 是不是获取到 它的loco 是不是它的标签 是不是啊 loco就是它的 主应用程序的标签 主应用程序标签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它的 应用程序的图标 这两个一般情况下 是一样的 一般情况下是一样的 这是它的图标 这是它的名字 还有什么呢 它的大小 它大小的话 就是这里有个什么 什么安装目录啊 安装目录 它是一个什么呢 路径 那有路径 我是不会写个文件 文件的大小 是不是它占用的大小 好 这个也有了 那还有安装位置 还有些 是不是西红软件 是不是啊 这些都在哪里 过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过去到 它的西红软件的 好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没有 那么多详细信息 你比如说 是不是用户的 是安装的SD卡里的 这些都没有 是不是啊 但是它有个什么呢 主要是属性 所以咱们 一看这个AP 大致是不是 可以满入我们的讯息啊 好 那我们就写代码了 我们想要信息 用哪些 现在先做一个 病例的封装 我们首先要知道 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用哪些 写个病例的封装 拿着 好 这个叫做什么来着 这个叫做 APP INF APP INF 的 病 APP INF 的病 好 现在我 把名字 做一下 现在APPINF 就是APP的 基本信息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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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 直接写成它属性了 首先我有个图标 是不是有个 Jobo类型啊 Jobo类型 下面我就不用 转换了 Jobo类型 Jobo类型呢 我们来个什么呢 ACOM图标 这个是图标 然后呢 还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名字啊 此情 内容 就是APP的 APP的 内容 就是 APP的 名字 还有就是什么呢 类型 是吧 Borning 类型 什么呢 Ease 是System 是不是系统软件 是不是系统软件 因为我做分类嘛 首先要知道 这是软件类型 是不是系统软件 是不是系统软件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安装的位置啊 是不是一日 是SD卡 是不是安装在SD卡里 是不是安装在SD卡里 安装在SD卡中 是不是在SD卡中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波名 最起码要有 就是package name 就是APP的 包名 APP的 包名 然后还有什么呢 大字 大小 大小的话 是不是就路径啊 对 没错 这个大小的话 其实就是 我自己来个knowledge 是不是再用到大小 是不是 好 再用到大小 再用到大小 好 还有什么 怎么都写上 还有一个 原文件的路径 就是Source Source 就是安装路径 安装路径 好 这个呢 咱尽量的写上多钱 因为咱们后面 还有个 是不是进程管家 当然说 他进程管家 我也给公众一个 并列啊 他进程管理 进程管理 需要哪些信息啊 是不是 再用到内存啊 进程是不是 就是动态运行的 你动态运行的话 是不是再用到 动态多少内存啊 是不是啊 这是一个动态内存 然后呢 这是土标 这是女性 其实是 就差这一个区别吧 好 那是进程流 那这个 就不能写在这里了 到时候 咱们写个类来 寄成一卡就行了 写个类来 这是基本的信息啊 这是每个APP 基本的信息 那至少应该有这么多 好 那现在呢 我知道这个目标之后呢 我就考取信息了 大家看一下 首先历史上呢 我就知道 这个类型了 这是咱们的APP info的bin info的bin 就是这个类型 那现在我们 有这个类型之后 我就把它写这个 反复结果了 list 然后呢 APP info bin 这个叫做 list 又一个 array list 又一个 array list 好 放进来 然后最后 反复的就是这个 list 好 那现在我在这里面 去组织我的数据啊 好 组织数据 组织数据 那首先呢 循环一条呢 我要添加一个 新的数据 首先我 把非然的声明 放到外面去啊 这里来个bin 措施啊 我们那每次循环一次呢 我要过来一个 新的bin的对象 appinfo appinfo bin 然后呢 过来完之后呢 千万别忘了 dj.addb 先把这个框架写起来 然后呢 我们agbin呢 只是做了 自有数据的功能 吃啥也脱脱不了 所以应该来个什么呢 send个的方法 自动生的 send个的码 全选 好 生理一下 生理一下 那现在我们就 空中 空中 空中我们的数据了 首先我从框里面去找 首先我们设置一个什么呢 包名先设置一下吧 好 bin 点 bin 点 send pac name send pac name 就等于app 举讯 一份 点什么呢 点这个pac name 是呢 pac name 好 这是设置包名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看过一遍了 就是图标 好 图标是什么呢 就是bin 点 send 桌布 是吧 点 send acom 它参数内容是桌布类型的 就是app的k 进行info 点什么呢 load 一个icon 是不是 它的图标 是不是 把谁传递过来 是不是 把board管理器传递过来 好 图标就有了 好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名字 名字 好 名字的话 你们两个 bin 什么呢 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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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内容是吧 然后呢 app 你可以进行info 点什么呢 load 标签就是它的名字 好 名字已经有了 然后呢 还有什么信息呢 看一下 appinfo 我把其他人先关掉 打开 看一下 appinfo 图标有了 名字有了 是不是 这两个信息啊 是不是 是否是信用软件 是不是 他叫sdk 这个呢 要靠谁呢 他有个属性 有个属性 叫做applicationinfo 里面有个flags flags 到底这个flags 等于多少呢 它里面 其实也是想 卫云上的 我给你看一下 它的圆码 这个我们先让它 保证 编译通过 先把它 都叫做appinfo 好 这个转换一下 是吧 就加上自不算 因为它的自不算 没有关系 你看 录的内部 它是什么 恰色管是吧 恰色管是 制服的顺序 其实就是自不算 你把它做了转换 它和属性 之间没有负质 没关系 那现在呢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Applicioninfo 打开它的圆码 它的圆码里面 我们看一下 它的强量 大家看到 是不是都是 卫云探 这个flag system 是不是就看一下 是不是系统哪些 这里面拿个什么 是不是一往右 左 移动零位 是不是就是一 这里面拿个 一往左 移动一位 是不是就是 10 是不是100 是不是也是 卫云探 也都每一个整数标记 里面 是不是只有 换出零标蛋吗 是不是只有一个 卫士上 是一 其余的 是不是都是零 当时咱们讲 那个黑名单管理的时候 是不是做过 那人家是不是 也是想这么做 是不是 一位的运算 一位的运算 如果是多的话 就是货的关系 就是货的关系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11位 12位 是不是都未运算 都是未运算 那既然就是未运算 我就好奇了 咱们当时写过 这个未运算的代码 怎么写呢 这是 如果这个未运算 这个属性里面 是不是就具有那个特项 就是Apply QQInfo 就跟当时咱们判断 是不是短信拦截 是一个意思 就是Apply QQInfo 给了什么呢 当然 Flag 有个什么 什么System 现在我发现 是不是系统软件 它有个Flag 什么System 如果这个位置上 对应了 安慰于之后 如果它 不是零 说明什么 是不是就是系统的App 是不是就是系统的App 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这个Flag 它的只有很多个 也就是它那个是一个 具体的一个种族值 这个种族值 找到零用代码之后呢 它可能很多位置上 都是1 但是呢 这些位置上1 都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和这个 标记 安慰于啊 如果你安慰于不等于0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这个位置上1 你是不是和这个因子 对应关系啊 说明你又具有了什么 什么System 这个特点 System 特点 咱们这样 黑面单管理 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当时的很多众家说 你应该判断一下 是全部来解 你只判断了短期来解 没有判断全部来解 因为我当时是挺 所以我只判断一个 什么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次判断啊 这是系统APP 那如果系统APP的话 咱们直接来个什么呢 System 是否维吐啊 是不是系统软件 是否维吐了 表示什么呢 表示系统的APP 这是一个 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继续 继续做这个 这个位置上标准 如果是这个位和这个位 并应起来 它就表示系统软件 那现在咱们还有一个对应 对应谁呢 是不是安装位置啊 就是flag有个什么呢 有没有外部的存储啊 或者SD卡 这里的信息 我们看一下 点 点出来 这是安装位置啊 安装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flag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一个是 Turnal Storage 有的短天 默认情况下 都短天是安装在手机里啊 是不是有可能 安装在SD卡中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转天安装 如果这个位置 不等于说明什么呢 是不是安装在SD卡里啊 安装在SD卡中 SD卡中 好 安装SD卡中的话 那我们再来个并点什么呢 SAC 和SD卡的 是否为图啊 是不是 安装在SD卡里面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哪一家 SD卡 这个 是不是还有一个SAC 和路径啊 SAC和路径 其实都很容易 好 路径呢 其实设置一下 就可以了 好 这是路径 好 路径的话 就是并点SAC 和PASS 啊 就是SAC 就是原文件的安装路径 好 这个安装路径呢 这个 安装路径呢 这个 点什么呢 有一个 是SAC 好 这个就是它的 安装路径 安装路径 然后等一下 把这些信息都打印回来 看对不对啊 好 安装路径 那有了安装路径之后呢 第二个字就可以动态来计算出来了 动态的计算出来了 它的SAC 那个SAC 是不是就可以动态计算出来了 它的SAC 应该是 是不是 另外一个File 然后呢 把这个安装路径 是不是给它传入过来 好 是不是它本身占用了大小 然后呢 点什么呢 是 Lens 是不是点Lens 是不是它的强度啊 文件的强度 是不是占用文件的大小 好 这是安装文件的大小 安装文件的大小 好 今天管里面是在用内存的大小 是不是啊 好 这是安装文件的大小 好 这里面最后是添加 好 现在呢 我可以先用单元测试 来测试一下 咱们封标的功能 对不对啊 封标的功能 对不对 那现在我找个单元测试 好 UnitTest 好 现在我再写一个 好 它里面有 RoyedTest AppInfo AppInfo 好 这里面咱们直接用下 就先来 叫做AppInfo YouTube 点 Gap All Instit 好 把三家围 打进过来 现在可能 来个成员变量 就是这么一个容器 现在我要把这个容器 是不是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 如果信息好看以前 我就来个手掌 我就不直接打印了 我就来个 增强货循环 然后呢 每次万一次 我就打一个对象 换航服是吧 好 AppIn就行了 好 AppIn就行了 AppIn打印出来 打印的它是什么 是不是内名 加X 加闪列码 是不是 所以它要打印 我要干什么 是否该 图属于一个方法 是否该 图属于一个方法 是否该 把所有的属于给它列出来 是不是 好 OK一下 OK一下 好 现在我们做一个测试 好 写着这个 选择这个方法 或者在这里 选择这个方法 右键 然后呢 做单元测试 好 看公主台 打一个效果 好 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看信息 对不对 好 每个信息里面 我们随便找一个 这是EaseSystem 像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Dunway Load 是吧 Dunway Load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系统 按照目录 是不是System APP里了 那现在看用户的 用户的话 应该是 Dick AGP吧 咱们用户的 安装的比较少 是吧 找一个用户的 是不是就这个 这是什么 是不是 Fresh ListView 这是可刷新的 大家看一下 什么安装的 Dick AGP目录下 这是占用的大小 是吧 这是上报名 是ITK嘛 11系的是吧 好 这个是ADD 不是安装的 SD卡里的 是不是 不是系统程序 是不是 然后APP名字 是不是 Rifurrent List的 担保 是不是 这是什么 图标是吧 BitMap 是一个图标 那再来找一个 签点消购件 看消购件 一定锁评的 一锁评的 是不是 按照定格这里 Local Screen 然后呢 成功名字 是不是 一锁评 系统程序 不是吧 按照地盘 不是吧 这是按照包名吧 这是大小 说明信息 是不是正确的 信息正确 那就OK了 那说明大家选对了 如果选错的话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选择的 第二种方案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 我您再写一个吧 既然做APM 能做的 透彻一些 现在我再来一个 这里来个什么呢 来个 来个 2吧 2不好 你来个1吧 北方的2不好 先说 那我来个 这个 那现在 我来这里面 来个字 这里面 假设 你又选择什么 这样的 它是不是有两个APS 有点像 当然选择这两个APS 只不过 等下蒙对了 其实你选择这个 这太难道不能蒙对了 其实就不用蒙了 就剩一个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刚才意思 是不是就这个 不是这个 是那个 哪里 Install在哪里 诶 导错了吗 点出个位置了 png.gat Install 这里自动写是这个 我们还要做另外一个 我来个 过例 Install 应该是哪个 是第二个 所以你知道包的信息 好 那如果是包的信息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是哪里 一个整个 你看editional 也来个 也来个 这个信息是不是要改一下 改成什么 不用改了 可能一让它生成一下 变量是不是就行了 可能一 那生成一个 局部变量 就变量 so package and if 所有安装包的信息 那现在我这个循环 是不是就拉倒了 好 我这个循环呢 我就先把它注销掉 先把它注销掉 其实把它删掉 下面的代码 就会有 不影响 人阅读了 现在我获取的是 包的信息 那现在一页来个 正常获循环 获取加 包的信息 那包的信息 主要是看 它的APA里面 有没有 获取的信息 让大家看一下 学会什么 包的信息是不是也有 对不对 那看一下 有没有图标 这是版本套 版本名是吧 有没有人 图标的信息 没有吧 有没有 有没有人 那个图标的 名字呢 有没有 或者图标的 没有吧 但是大家看 有个什么一些 是不是还是获取了 APPA里面 新一份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你想 这个一些的话 你直接来个 什么情况就行了 是不是再给它 做个成员面量 是不是APPA里面 新一份 你直接把它考虑一下 这里是不是 APPA里面 新一份 这个代码 是不是还是有 是不是 其实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是不是 是不是一号代码 就不用改了 对不对 你获得了英语成军 应用的时候 还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多了一个 什么时候版本号 版本名这些属性 对不对 这是APA 这APA 好 这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用哪个 其实都可以 你用哪个都可以 好 现在数据公文 好 再见 对不对